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用处犯刑法公务员的泄密罪 把叶声帽判刑一年后来检修为六个月 好 就是这三个法官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三个法官 Google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有一个案子 这个媒体的标题是大人冤枉 仅凭告诉人的指证就判抢夺罪 这个案子落落灯 简单的人讲就是有两个人疑似喝醉 一个人撞到另外一个人 结果撞完了以后被撞的那个人 胸前的金项链跟金牌就不见了 就去告那个撞他的人说 是不是他这个浑水摸鱼之间 把他的金牌给拿走 结果这个法官高院的审判长 受命法官 审判长陈明傅 受命法官陈坤蒂 反正就是一组的 他们认为说 简单来讲就是说 他们凭告诉人的单面指证 就去判了这个被告抢夺罪 好 这个媒体的说法是说 他这个似乎是 法官的常情与经验法则 显然跟社会大众一般的人 有点大大的不同 好 我们再来看看 陈坤蒂的另外一个案子 更是离谱 这个案子呢 我们曾经在司法节的时候 司法库斯拉讲的时候 我们谈过这个案子 就是台北捷运公司的 一个小站的站主任 王则贤 他被判了13年 13年他被判的理由是什么 他没有收任何一毛钱 也没有做任何的 跟厂商的互通的行为 但是就单纯的被告说 他图立厂商 因为他设定这个标案的 价格高于常理 最后经过了主计处 经过了审计部的回应 说认为他所做的所有的标案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价格也合理 而且后面陆续的标案 也采取他的这个估价的办法 但是偏偏呢 这个法官就是 把他给判刑 判了13年 好 这个案子荒谬在哪里呢 这个案子呢 台湾高等法院更一审 更一审把他判刑 更一审的审判长是 沈医生 寿命是陈坤帝 来了 在两年七个月的审理过程 没有开过交互结问庭 没有开过证据勘庭 没有传唤证人 没有调查证据 同时呢 无视已经过法院 寒寻查证的公文的 厘清事项 而采用了 已经法院 勘验确定是伪证 以及被客观事实 推翻罗织的故事 没有理由的 一字不漏的 照抄起诉书 就是他几乎是把起诉书呢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的方式呢 最后呢 他进行推翻了 一审二审的无罪判决 改判十三年的重刑 这里面又看到了 陈坤帝 好来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个法官龙虎榜 最后呢 最精彩的是最后最高法院驳回上诉 仍然判定郭瑶琪有罪的 这个八年的法官是谁呢 谢俊雄 魏星河 吴姓明 蔡国卿 徐文亮 这五位法官 因为很重要 再念一遍 谢俊雄 魏星河 吴姓明 蔡国卿 徐文亮 他干了什么好事呢 我们看看下一页 来下一页 我们要看到的部分是 这个部分呢 好 郭瑶琪呢 贪毒罪判刑 最后的这个五个法官 是 我们再讲一遍 很重要 第三遍 审判长 法官谢俊雄 法官陈世雄 魏星河 徐文亮 吴姓明 这五个人呢 是201年11月11日 将陈水扁龙潭案 自行裁定有罪的 最高法院刑事庭的 第二庭的法官 这五个人呢 就刚好是这五个人 审判长也是法官谢俊雄 大家记得吧 在司法史上呢 罕见的用实质影响力判决的 就是这个五个法官的杰作 好的 这也就算了 这五个法官呢 竟然也是2011年1月20号 将儿童遭过性侵案 有罪判决 最后把他发回更审 就这五个法官认为 有罪判决不对 有问题 他认为无罪 把他发回更审 最后判决书上 怎么写呢 这个自己看了 我念不下去了 你们看 他进入判这个性侵无罪的理由 来 导播我们就take一下 你觉得这看得下去吗 各位看看是怎么 他怎么说这个无罪 无罪的理由竟然是这样 所以他把这个问题呢 把这个案子呢 发回花莲高分月更审 就是说他认为判刑不对了 发回更审 他认为就是儿童性侵案的恐龙法官 好 这整个案子 从检察官起诉 一直到法官的过程 到更审的过程当中 充满了让人家觉得 不可思议的证据法则 而我们简简单单的Google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用同样的方法去Google 你会看到这些法官跟检察官 他们过去的丰功伟业 于是你不得不得看一看说 台湾的司法究竟到底怎么了 黄定法律师 我觉得刚刚彭教授提出 这些问题 真的让台湾人民 值得深深的去思考 我们经过总统直选 国会改选 行政立法 司法里面三个权力 就只有一个权力 他从来没有经过民意的洗礼 他从来没有经过民主化的一个经验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说从过去威权 转型成现在的民主 我们不管国会议员 或者是总统 都是人民直接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对于司法这些法官 不管是高院法官 最高院法官 当时他们可能是 曾经是威权时代的打手 或者是培育出来的这个法律人 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从头到尾 没有经过一个淘汰的一个机制 让他们可以做出这么多 奇怪的判决 刚刚主持人有特别讲到郭瑶琪的 前部长的这个案子 其实这个案子很清楚 是说他在里面有很多违反证据法则 违反基本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状态 但是他还是最后把他判决有罪 如果拿来跟其他的政治案件做比较 你会很清楚看到说其实法 这个法官二审的法官跟最高院的法官 在里面 他有这样的一个 可能是类似政治判决这样的一个判断 才让郭瑶琪进去服这个冤狱 我这边大概稍微整理一下 这是简单的 拿来跟林毅四案做比较 一个是扁政府时代的郭瑶琪前部长 一个是马政府时代的行政院秘书长 那他去指控郭瑶琪说什么呢 他说他收了两万块美金 但是刚刚彭教授有特别整理出来 所有的证据里面 不管找不到找得到这一个什么 所谓的茶叶罐 找不找到那两万块美金 账款也找不到 证据也找不到 他只单纯凭着一个所谓的污点证人 去指控说他有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就把他定罪了 但是对于这个林毅四的案件 收六千三百万 大家都有印象 他这个录音带里面 三三二三的这些关键数字 他有一刀必命的录音带 在他家的鱼池里面 林毅四家里面的这些 不管是烧成灰烬的美金 或者是鱼池里面的一千八百万新台币 他是确实找到的 但是后来法院怎么判呢 到目前为止的判决 郭瑶琪是被判八年徒刑 纵然没有证据 他还是被判八年徒刑定验 但是林毅四到目前为止 他的贪污部分是无罪的 他不构成公务员违背职务收费罪 这是目前他的司法的状态 他是无罪的 这个变成一个很荒谬的情况 是说对于一个行贿者 在郭瑶琪的案件里面 对你行贿的人转成污点证人 最后是不起诉 不当作你没事 你没有行贿的问题 但是在林毅四案件里面 这个案件里面 明明林毅四已经收了六千四百万 这个是确定已经有了 他被认为贪污无罪 所以他的行贿者 当时他把他转到高雄地检署 跟你说什么 因为你行 因为你行贿 所以用行贿罪处罚你 罚了你两百五十万元 所以说你要缴这个罚款 但是他是收贿的林毅四是没有罪的 这是荒谬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行贿 收贿是对象的问题 就是说我给你钱 你收了 这才是一个犯罪 那你在这种蓝绿政治人物的比较下面 最后的司法结论是什么 在对郭瑶琪的案件里面 你对于一个没有人行贿 因为他行贿罪是不起诉的 但是你判了郭瑶琪收贿 那到底是什么人可以给他行贿 到底谁给他钱的 这件事情是荒谬的 是荒谬在法律上 是完全逻辑不通的 那对于林毅四案 也是完全逻辑不通 他跟你说你去行贿的 这个检举人 这个高雄的这个地勇公司的这个老板 这个部分他是行贿罪的 但是没有人收贿 这件事情是非常荒谬 如果你再把这个证人翻供的事情 拿来跟马英九的复办案做比较 也是很清楚 在这里面 一样都证人有翻供的问题 因为在郭瑶琪的这个案件里面 这个证人他就讲说 一开始说什么两罐变一罐 然后一开始说什么颜色的 茶叶罐他也讲不清楚 到这个翻供的过程里面 到最后我们的司法采信的是 翻供后对被告不利的证词 所以判了郭瑶琪有罪 但是如果遇到马英九的这个案子 马英九当时被国民党在2008年 就是说在法院的笔录里面 有关于富邦 这个蔡明忠在法庭作证 他讲说我们在2008年 确实捐了一千五百万给国民党 那这样的一个法庭笔录 其实被拿来大家拿来社会质疑说 你马英九是不是违反政治现金法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千五百万里面有去做这样子申报 那当时社会质疑之后蔡明忠在法院里面就开始就那我更改我的翻供 他的翻供是说什么 我记错了 不是2008年是2004年 那2004年 我们知道政治现金法可能在修法施行之后 之前他给了这个钱 你找不到找不到这个中心 没有违法的问题 所以这个翻供呢 我们的司法 第一个他没有去追究 这个翻供人的这个违证罪的责任 他是不是每年都在给政治现金才会搞错 所以这个荒谬的情况在于说 原来你对于郭瑶琪不利的证词 翻供了不利 那我就相信他翻供之后 那对于马英九 这个富邦的这个翻供之后 对马英九有利 我就采取对他有利的证识 我们的司法在对政治人物 有这么明显的差别待遇 而最近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 也特别讲到 检察官在侦办的过程 主持人很认真去把这个 他过去有一些很多类似恐龙的这个起诉 或者恐龙的认定 也把它找出来 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检查体系里面 有对于政治案件的不公平待遇 其实也相当的清楚 我们最近有看到说 我们立法院的秘书长林锡三被这个办公室 在国会里面被搜索了 其实你在正常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你确实对于有搜索必要的时候 我确实可以去搜索 但是如果大家再把印象拉回当时林义士案 林义士案的案件里面 从头到尾 行政院秘书长办公室 是没有经过搜索的 那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状态 是说林义士的案件里面 他跟你说当时特征组怎么回应社会说 执疑说你为什么不搜索林义士的这个行政院秘书长办公室 他的回应是说因为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如果说对于政府机关或公务人员所保有的文书 我请他交付就好了 这个时候荒谬在哪里 因为当时我认为应该为了平衡社会舆论 认为林义士案很严重 所以当时有一个所谓的检调四百人大搜索 嘉义县政府 这个案子最近判无罪 就是说当时去搜索嘉义县政府 同一条法律 为什么你检察官解释差这么多 你遇到林义士的时候 你就跟你说依照刑事诉讼法 政府机关有的公务 我叫他交出来就好 嘉义县政府不是公务机关吗 我叫他交出来就好吗 立法院秘书长办公室不是公务机关吗 我叫他加出来就好 其实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什么 我对于认为要收证的这个重要性 如果有必要时我就应该要发动搜索 因为搜索票要经过法院 所以这东西其实他有经过一个审查 就应该发动搜索 但是你当时为了要去护航 马英九的亲信林义士 你执意不搜索行政院秘书长办公室 会导致于后面 你去不管去搜索嘉义县政府 或者是最近你去搜索 立法院秘书长办公室 是会变成一个自打嘴巴 检察官自打嘴巴的现象 你到底用什么样的法律 去告诉人民说 你要相信我是公正执法 还有一个更荒谬的情况 当时林义士的案件里面 其实很清楚是说 那个当时那个录音 如果你听就听到说 他在什么3323的现场里面 他当时的爸爸林先保也在现场 因为有讲话 结果当时特征组说 我不约谈林先保的理由 是因为他重听 所以我就不约谈他 连传唤都没有 那如果大家拿来跟陈水扁的案件 前总统的案件做比较 阿扁的八十岁的老母亲也被传唤 三岁的那个什么孙子也被传唤 为什么对于侦查手段的选择 同样一步刑事诉讼法 要求你公平公正 但是我们的司法 我们的检调 我们的所有的法官 在选择上 在侦查手段的选择上 或强制处分的选择上面 做那么大的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差别待遇 我认为这是严重影响人民对司法的信任 而这也是台湾民主到现在为止 虽然我们总统已经直选了 虽然我们国会也全面改选了 但是我们对于司法 没有改革的这个问题 让我们三权里面 让司法权还是掰咖的情况 这会导致台湾 目前无法跟全世界民主国家一样 我们说我们三权分立里面 都是符合民主的这个检验 热德哥 这个郭尤其这个案子 让人家看了最难过的地方在哪里 他污的构成要件必须要 刚刚这个电影讲的很多 他污的构成要件 第一要件必须要对价关系 第二个必须要铁证如山 你要有证据 那么第三个就是很可惜的就是 完全决定在法官的自由新政 你不觉得奇怪吗 郭尤其这个案子起诉了以后 在一审的地方法院 在二审的高等法院 这个一审二审都是我国法律的 最基础的这个等于说失职审判 全部无罪 对啊 可是等到最高法院划为 更一审更二审以后 突然间判了八年 那我请问你嘛 到底是哪边对哪边错 这一定有个对错嘛 要不然我们台湾的司法就像 台湾的司法就像月亮 出于十五不一样嘛 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构点呢 很可怕耶 如果郭尤其是有罪 那前面的那些法官全部要开除 如果郭尤其是无罪 那后面的这个法官 不是全部要开除嘛 你知道吗 这个刚刚我们 其实这个案子在我当时啊 因为我跑警政跟司法 刚好快接近三十年 这个案子 郭尤其这个案子 是让我觉得非常地讶异的 为什么 因为他判决确定入监的时候 他哭着说 我这件案子是政治事件 不是司法案件 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 因为很简单嘛 一个最主要的证词 你今天要判一个人 有罪的证词 我刚刚说 必须第二个要件 必须铁证如山 不管是直接证据 还是这个包括间接证据 包括证人跟证物 怎么会到底是一个铁冠 跟两个铁冠都不一样 说绝对不是红色 后来又不要说是红色 然后还有什么 还要说你的这个塑胶冠 塑胶材质的塑胶袋 然后现在变成 私质的这个雷死带 然后呢 到底是铁直的 还是厚纸板你不知道 连放的位置都不一样 我很坦白跟各位承认 制作人很用心的 举了这几个案子 我至少去关切过两个 至少去 真的就直接去关切这两个 但是他们说 司法独立 对不起 拒绝你的官说 好 对不起 好 对不起 因为